不靠任何音樂伴奏 SIRENS人聲樂團以Arcabella的方式呈現台灣民謠望春風 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10年主題成果特展 揭開序幕 透過多媒體動畫和互動裝置行政院國科會和台中科部館合作 把這10年來的數位典藏成果分成六大展區來介紹給民眾 我們這次展場比較特別是我們有呈現很多體感的互動 然後或是用手翻書的方式 所以說故宮這次也提供了像互動式的毛工頂的互動裝置 那科部館也做了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體感遊戲 他透過這樣都希望小朋友能夠有感受到學習的樂趣 台灣的棒球室 故宮毛工頂的互動裝置 中央研究員的國家保障館 還有動畫電影圓民歌謠等等 那麼希望透過這些舉例性的這些東西 讓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人計畫的一個 略知他的全貌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是行政院國科會橫跨人文和科學 並且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的國家型計畫 10年來建置了487萬筆的典藏資料 和700多個典藏學習網站供民眾來使用和學習 而為了加強民眾的認識與了解 所以這次就透過數位小學堂的方式來呈現 有些都什麼一些 有些東西都是 對啊對啊 其實像那麼那麼小 根本也只有在 只有靠這個任務方法上 讓他們聽到這些聲音 它就是一個數位的博物館 因為這當中包括六大主題所展示的 涵蓋了自然科學、生態 甚至藝術、人文、運動等等各類都有 不管是珍貴的資料 還是大師的異品 透過數位典藏計畫 拉近了與民眾間的距離 展覽時間到25號 有興趣的民眾不妨前來親身體驗 記者的一見台中採訪到